我们来看这道题 这个题目考察的是在请求分页式的存储管理系统当中 对一个逻辑地址进行访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有效访问时间计算的问题 那我们干脆利用这一题来把这种类型的题目把它总结一遍 在一个普通的基本分页存储管理系统当中 我们对一个逻辑地址的访问 一般来说是要先查询页表 而页表是存放在内存当中的 所以查页表的过程需要一次返存的操作 之后根据查询到的结果算出最终的物理地址 然后再来访问我们最终的目标内存单元 所以最后的这次访问也会涉及到一次返存操作 所以在基本分页式的存储管理系统当中 通常会有两次返存 所以如果是这种系统的话 大家按照两次返存来计算它的访问时间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说题目告诉我们是多级页表的话 那仿存的次数还会有所改变 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如果是二级页表或者三级页表 我们访问一个逻辑地址需要几次仿存 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如果在基本分页存储管理系统当中 再加入快表机构的话 它的这个逻辑地址转换过程会有一点变动 因为加入了快表 所以当我们拿到一个逻辑地址的时候 会优先查询快表 只有快表没有命中的时候 才会进行仿存 也就是查询内存当中的慢表 而如果快表命中了的话 就可以直接根据快表的查询结果 算出我们最终要访问的那个物理内存单元 因此如果命中就可以直接仿存 直接访问我们最终的那个目标 也就是说如果快表命中的话 那么我们访问这个逻辑地址只需要一次仿存 如果快表没有命中 那么我们访问这个逻辑地址需要一二两次仿存 在有的题目当中 快表的访问时间是直接忽略不计的 而有的题目当中 快表的访问时间也会计算在内 只不过它会比慢表的访问时间要短很多 那这是基本分页存储管理系统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请求分页式的存储管理系统 在普通的请求分页管理系统当中 拿到一个逻辑地址之后 首先是会查询页表 页表是放在内存里的 所以这儿涉及到一个仿存的操作 接下来会根据页表内容来判断 此时是否缺页 也就是说我们此时想要访问的这个页面 是否已经被调入内存了 如果发现这个页面还没有被调入内存的话 那就需要启动磁盘IO进行调页的操作 当然在调页的同时还会更新页表 也就是说调页完成之后 它再次查询页表的时候 肯定是可以命中的 那再回到上面这一步 如果说查询页表的结果 发现没有缺页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得到最终要访问的那个物理地址 并且对那个内存单元进行仿存 所以在没有引入快表机构的 请求分析存储管理系统当中 如果说第一次查询页表 发现没有缺页的话 那么我们主要的时间消耗 就是在这次的仿存 还有第二次的仿存 也就是这两次仿存 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 但是如果 如果第一次查询页表 发现已经缺页的话 那还需要增加掉页的时间 并且掉页完成之后 它会再一次的查询页表 也就是说 如果发现缺页的话 那么我们总共需要进行一次仿存 然后一次掉页 在第二次仿存 第三次仿存 总共三次仿存和一次掉页 这么多的时间 那这是普通的请求分页存储管理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所指的是有关联寄存器 也就是有快表的这种请求分页系统 所以在这种系统当中 对一个逻辑地址的访问 又更加麻烦 首先会优先查询快表 如果快表命中的话 那么说明这个页面 肯定是已经掉入内存了 所以只要快表命中 我们就可以直接计算出 我们想要访问的 那个目标页面的物理地址 并且进行仿存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刚开始查快表 就直接命中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主要的时间消耗 是放在这个最后的这一次仿存这 当然如果题目告诉我们 查询快表的时间 也需要考虑进去的话 那么我们还需要把 查快表的这个时间给加进去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如果查询快表没有命中 那么就会需要查询慢表 在慢表当中找到相应的表象之后 需要根据这个页表象来判断 此时这个页面是否已经掉入内存了 如果说没有发生缺页 也就是说这个页面已经掉入内存的话 那么就可以根据慢表当中的表象内容 计算出它最终的物理地址 然后进行仿存 所以第二种情况就是 先查快表 然后快表没有命中 然后再来查询慢表 结果发现没有缺页 最后就可以直接访问目标内存单元 然后结束 所以在第二种情况当中 主要的时间消耗是放在 这一次的查询慢表 也就是这次仿存 然后还有第二次仿存 主要的时间消耗在这两个地方 再来看第三种情况 如果刚开始快表没有命中 那么先查询慢表 找到相应表象之后 发现我们要访问的这个页面 此时还没有被掉入内存 因此就会抛出一个缺页中断 由操作系统来进行相应的掉页工作 这一步需要启动磁盘的IO 所以掉页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会很慢很慢的 不过在掉页完成之后 它还会同时更新快表和慢表 注意快表也会同时更新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页面是刚被掉进内存的 那么在下一次去查询快表的时候 是肯定可以查到这个页面对应的信息的 而在掉页结束之后 又会回到开始 就是再重新查询快表 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由于快表已经被更新了 因此第二次查询快表的时候 肯定是命中的 所以它就可以一路就一直往下 直接进行仿存 所以第三条有可能出现的 这个逻辑上的路径 应该是查快表 然后快表没有命中 再查慢表 结果发现缺页 然后进行掉页的工作 等掉完页之后 又会再次的查询快表 而这次查询快表 快表肯定是命中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计算出最终的内存单元 然后结束 所以第三条路径就相对来说更复杂一些 我们需要考虑到 一二三四五 这样的五个步骤的一个时间消耗 在这个题目当中 它并没有要求我们考虑查询快表的时间 所以我们查快表就认为是不消耗时间的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刚开始第一次查询快表就直接命中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访问最终的内存单元 所以整个过程只会涉及到一次访存操作 而一次访存需要一微秒的时间 因此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 进行一次访问只需要一微秒 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快表没有命中 还需要查询慢表 但是又没有缺页的话 整个过程需要涉及到两次访存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访问一个逻辑地址 是需要两次访存 也就是两微秒的时间的 第三种情况相对复杂一些 它首先是要查询快表 快表没有命中 那么会查慢表 这次涉及到一个访存的操作 也就是会有一微秒的时间消耗 然后发现缺页之后 这个掉页的过程需要传输时间 是20毫秒 所以这我们还需要加上 20毫秒的时间消耗 等掉页完成之后 查询快表可以直接命中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算出 最后的那个物理地址 然后进行仿存 所以最后还需要进行一次仿存 也就是一微秒的时间 那这是这三种不同情况下 所需要消耗的时间 我们再结合它们各自发生的概率 乘上它们的权重 就可以得出平均的有效访问时间 从题目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有80%的概率 是可以直接命中关联寄存器 也就是命中快表的 所以有80%的概率 是只需要花费一微秒 而剩下的20%当中 有10%的访问 也就是总数的2%会产生缺页 也就是说我们这所谓的线路3 它有2%的一个概率 然后线路2的话它有18%的概率 之后再把这三条线路的时间花费 乘上它们各自的概率权重 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结果 401.2微秒 这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使用的是2019版的 王道教材的话 那个答案是有点问题的 答案上在这个地方 多加了一个一微秒 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再次强调 等调页完成之后 快表的内容是肯定会被更新的 所以调页完成之后 它在查询快表肯定可以命中 不需要再查询慢表 因此这个1不用加 所以我们以这个答案为准 好的 那么这道题讲解结束 那么这两次 这个中心 任何 对 让我来 为什么 感谢观看